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首相法迪拉表示 政府正等待反对党提呈相关的正式信函 访帝部获得各州政府免费拨出32块土地 以供人民住宅计划的发展用途 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承认儿童之家曾发生基监案 警方会先调查手中所掌握的证据 之后再展开相关调查 副首相达德斯利发提拉志 指出 直到目前他只通过媒体报道得知反对党拒绝国会议员选须拨款谅解备忘录的草案 因此政府正等待反对党提成正式信函 之后会带到团结政府磋商理事会的委员会级别 再次展开讨论 根据媒体报道 反对党以私项理由拒绝该备忘录的草案 并指当中一些条件违反宪法 影响马来人和赌注的特权 法迪拉则表示 政府提成的只是备忘录草案 并希望反对党能就不同意的事项提出建议 为了保障军人的退出后生活 国防部鼓励大马武装部队成员 尤其是年轻士兵 参与工作基础学习计划 以便在获取高教文评下 能够在退出后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国防部长达德斯里 姆姆 Khaled 受鼓励参与的工作基础学习计划 是国防部与马拉工艺大学 以及敦湖先锋大学合作的成果 旨在确保大马武装部队成员 拥有文凭或学位 如同德国和美国所实施的一样 我们开始批评 因为大马武装部队成员 我们没有批评 像今天有些批评 我们将会批评 哪一位批评 能够批评 因为我身体的经验 第一位批评 我身体的经验 第一位批评 我们只是在国内的经验 部长表示 大马武装部队的成员都在41岁时退休 而41岁至45岁的成员 实责上是依然能够为国家各领域 作出贡献 有鉴于此 该部联手高教学府推行这项教育计划 旨在让成员在退休后能继续为国家发展贡献 此外 部长还提到这项努力象征政府关怀 所有武装部队成员 让年轻士兵掌握多个领域技能 防护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指出 内阁已经批准将人民组屋计划转型为人民住宅计划 目前该部已经获得各州政府免费拨出32块土地 以供人民住宅计划的发展用途 部长还形容 这项计划将以世界最佳的防护计划作为标杆 尼克敏表示愿意捐赠或者是移交土地给政府 以进行混合型发展计划的私营发展商 将优先被考虑成为人民住宅计划的发展商 Atas usaha KPKT, kami telah menerima 32 keping tanah percuma dari kerajaan-kerajaan negeri untuk kita membina PAA Hari ini saya ingin nak juga umumkan supaya saya juga menggalakkan pemaju-pemaju swasta yang sudi derma atau peserah tanah kepada kerajaan KPKT untuk membuat big development mereka juga akan dibeli peluang dan ke utamaan untuk mempunyai PAA 尼克敏表示 人民住宅计划的主导单位将包括 伊马房屋机构等政府机构 并指这会是更完善 质量更加的可负担房屋计划 足以媲美甚至比新加坡政府组屋来得更好 部长表示 政府的目标是要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为人民提供50万间可负担房屋 以便让人民能够购得舒适安全且可负担的房屋 而目前政府已经完成69.3% 或346,417间可负担房屋 冰州首长曹关友促进该州所有饮食业者 必须保持卫生标准 以维护冰城美食天堂的美誉 由于这几天长周末也遇上了学校假期 因此曹关友也期盼国内外游客 能够在这一段期间前来冰城 品尝冰州的特色美食 这一项目标准的项目标准 这是一项目标准的项目标准 曹关友强调 冰州卫生局和县卫生局会不断监控当地的饮食店 以确保业者遵守所有的卫生标准 过去星期五 冰州卫生局突击检查当地的餐饮店时 发现单容无雅的三家餐饮店 有老鼠粪便后 下令他们关闭14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 Mandarin at 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这期待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嗯 嗯 呃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前 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位于雪兰娥和森美兰的20间儿童之家 被揭发有位成年惨遭性侵和虐待 引起渲染大波 甚至登上国际媒体版面 目前 该公司首席执行员 已经承认其儿童之家曾发生基监案 而警方会先专注该公司旗下儿童之家 所发生的剥削儿童指控 全国警察总长Dansir Radaruddin指出 警方在彻查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员Nashiruddin 承认其儿童之家曾发生基监案的事件 但现阶段警方会先完成 剥削儿童事件的调查 之后再考虑提供该公司领导人 日前Nashiruddin在一段视频中证实 其儿童之家确实曾发生基监案 而在过去星期三 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突击搜查 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位于雪兰娥和森美兰的20间儿童之家 并救出402人 包括201名男生和201名女生 他们的年龄介于1岁至17岁 另外 警方也供逮捕了171男女归案 并根据2017年儿童性犯罪法令 第14条文对4名男子展开调查 这起事件轰动了国际 就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感到震惊 而首相戴杜斯里安诺尔也要求 紧速查明真相 另一方面 荣佛州伊斯兰宗教局至今都没有收到 有关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在该州犯下任何不当行为的投诉 荣佛州宗教事务行政议员 摩哈马法瑞指出 这家公司始终被监督 而当局也已经和武吉安曼特别行动组 进行了有关这一个问题的简报会 他表示 目前情况受控 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举报或投诉 经过检查发现 近期卷入剥削 虐待儿童案的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在荣佛州只是经营生意 为了确保东马的连接和互联网服务处于最佳水平 沙巴在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下 已经有4629座发射站获得提升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指出 共有30万3569个场所将通过这项计划 备有光纤连接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 超过30万个场所将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备有光纤连接 而通过卫星享有宽频无线接入的互联网服务 特在沙巴138个地点落实 当局表示 在巴巴两个地点跟地窑两个地点 陡湖两个地点以及古达 兰脑 东亚兰和纳巴湾 各一个地点安装设备 已在偏远地区落实星链宽频服务的概念验证 而安装星链概念验证设备旨在评估 利用该卫星提供宽频服务的可行性 作为满足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各种需求的举措之一 文告指出 全沙巴共有118间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已经投入运作 并将新建14座新的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为了赋予社区权利 确保平等接触和机会 如今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提供的课程 以五大主要核心为主轴 也就是创业 终身学习 个人福祉 意识和政府倡议 代表国阵出战马格达州议席补选的候选人 塞胡信指出 假如持续降雨 居然部分低洼地区可能会面对淹水情况 因此他承诺会延续已故的原任州议员 达德尔沙利法的仪式推动当地的防洪项目 是需要关注平密发生的水災问题 中文字幕提供 赛福星是在走访马格达慈善市场 与商贩互动后 接受媒体询问是否会继续推动 Sharifa生前所推动的防洪工程时 这么回应 他补充自己会针对有关工程 尤其是在灵感花园的防洪项目 向相关单位进行咨询 针对近期引起两极化反应的清真认证课题 作为国阵候选人出战马格达州一席补选的 塞湖县有信心 相关课题不会影响配合这场补选所展开的竞选活动 塞湖县表示 在他看来近期掀起的清真认证课题 取决于个人的意见和观点 然而如果竞选期间 当有人提出相关的问题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最佳的解释 采湖县是在居栏一家饮食汤位 问候业者时向媒体这么表示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信航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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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